来,我们来看这个1672 1672呢,他没有请到阿宝老师 他有关的这个孙黄 孙黄这个土壤添加剂 他对我们头亮的功效到底是如何 包括在文性有什么样的影响 譬如说PH值是不是有一个变化 或者是其他这类的相关的事情 嗯 这个 这是一个很 算有一段历史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上早 我们因为这种是这个叫土壤添加剂 这个东西在 孙SH 一个就是孙手工 这个黄就是这个黄振纹 所以这当然 在这个研究上 都还可以 都有这种的这个算还蛮多的 就是说确实 有这方面的这个功效 就是说在研究里面 但是为什么 这也是不好意思去感觉 说因为这个这个SH 这个东西是 我如果没记得到 在我设计时 设计时就有说到 啊 他这个孙手工教授和黄振纹教授 他们开发出来的一种这个土壤添加剂 这种土壤添加剂 现在当然也有人在买在做 就是说有人去生产这些东西 这个孙芳 其实他里面有去 这个在我们在营的时 当然就是对这个土壤传播性的这个病害 这 他当初这些东西 里面 他一些在营 就是说 可能就是去改善这个土壤的这个 这种特性 比如说因为他这种生分 就是吃饱了啦 这个切咳 蚝仔咳粉 里面利用一些这个硝酸胰 一些肥粉 过磷酸钙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细酸如渣 所以这现在呢 当然 他最主要就是说 这也是一种类似 这个肥料这个成分 但是在温室里面 我们实际上来 这个应用的时候 就是说有发现 他比较偏碱性 所以这个东西在温室里面 可能就要小心使用 当然在外面 我也觉得这个东西 有一定的这个效果 这就是说 因为他这些东西 有很多 这些有的不的 当然去搭配起来 比如说他里面有一个 这个细酸如渣 所以你如果是说 拿来做 这个土壤 这个改良的时候 好像也是一个 可以去用的这个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通常 他就是含有 一些这些钙 反正就是一个 比较简性的这个东西 来改善这个土壤的 这个病害 这当初有拿这种东西 拿来做这个 抗蕃茄青枯病的一个研究 但是呢 我们现在当然 蕃茄青枯病 就是用这个价格来改善 这表示说因为 这个东西 还有某一种 有一个困难 所以这在我们 对于来说 就是说因为 如果是在研究上 在研究上还有蛮多的 有一些效果 还是说对一些 连作障碍的客户 这通常 你还是改善途中 有一定的这个用途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来了 就是说 我们在温室里面 在温室里面 我们去面对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缘分的这个累积 这是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缘分的累积 应该是 我们在温室里面 要去改善 这个温室的一个 这种途中 必须要带来去 去处理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种 因为我们 作文 它在 一个温室打起来 我们都希望 它在这个定期间里面 可以做这个 快速的这个回缩 快速的这个回缩 所以 一年里面 我们可以去 多数的这个利用 所以 这种尤其我们 这个温度 都一直都尽管 所以途中里面 这个有机子 这个快速分解 我们为了 作物在行中 有时候 尤其新大的这个温室 尤其这种番茄 也不是番茄 比较少 刚刚这种蒸小黄瓜 刚刚这个粿好够的时候 都超量 这个肥料 超量的这个使用 我们种番茄的人 为了要把番茄丁 所以 无所不用其籍 所以很多人都 不过你能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它有 很多方法 但是有的东西 实在说 我们在行的时候 都一直很担心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超量的这个使用 这个肥料 比如说番茄 我们又用这个钠 用一些这种消酸钠 或者碳酸钠 这些东西 一定会去用 在这个投用里面 对着这个 投用里面 累積的 过量的一个营养元素 甚至有一些 盐质的解决问题 就都来解决成 所以投用出现的 解决联络障碍 其实这部分 这个缘分的解决累积 是我个人 因为是比较 较容易出现的 解决问题 还有就是 这个因为 投用 我们 在状态的时候 当然 联络有一些 这种病害 病害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可能是有可能 但是就是说 在温室里面 在温室里面 我们要去 生育宿科 到底我们的一个 这个重要 这种东西 是说 最直接是什么 解决问题 所以 年组障碍 要摆决的时候 这个可以用 各种的解决方式 当然 这种土壤改良剂 这些东西 它不是说 我们要如何 可以让土壤改变 但是 对于这个温室里面 这个SH 在用的时候 确实 这个效果上 就比较稳 因为这 有 在我们目前所看到 有很多 就是说 很多都会去搭配 比如说 做很多种不一样 就是 它的一个组合 比如说孙房里面 就是这个架坡 脑坑 它有 有瘦酸胶 有过瘾酸胶 有过瘾酸 这个有NPK 淡瘾酸胶 而且 它的这个肥分 它有一个 瘦酸胶 有一点点的瘦酸胶 在内 大多数是这个细酸如渣 所以这些东西确实也是对到 尤其在外面 在这个 我们山顶 山顶根瘤孤单菌 十字花科的根瘤病 这个根瘤病 还是说十字花科 这个病害的处理 在色、在外线 这个效果上还不错 还有一个就是在酸性土壤 这个茄科的一个处理 这应该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所以 得手这些东西 我们所谓这种土壤添加 这些东西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可以去尝试看看 所以这当然 有很多这种我们的棟 像中兴大学还有一个LT LT就是 虾瀉壳粉 糖皮辣 碧麻薄 甚至海草粉 还有黄豆粉 其实这些都好料的 这些东西 蓝蓝的 对这个腺虫 因为这种是培养放线菌 这也有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些有很多类似的 这种土壤添加剂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必须要去了解 就是说像这个孙黄 这不是不好的东西 我们听这些朋友要听清楚 但是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温室里面 这个我们在用的时候到底有多少的效果 因为我们的温室里面是我们要去问 我们自己 我们对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对到最大的这个问题 最主要 最主要我们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说是这个高医師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种土壤添加剂 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东西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在应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去改善我们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去知道 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样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的问题是 是孙黄可以去解决的吗 那如果不是 我们用这些东西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成本的一个增加 所有的东西 我们这些土壤添加 都有一定的一个效果 并说像在气烟里面 就是说它对这个清枯病 清枯病的一个预防 跟这个处理 有一定的一个功效 但是这是在我们 站对这个清枯病 就是说在实验上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现在问题来 我们一再去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文实里面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样 这我们应该是要 这个少了解到 大概我们这个重点在哪里 我们自己要去问清楚 最主要是这样 这让朋友稍微来给他这个注意到 当然 有时候这些产品的输用 并说在气烟里面 还有用这个 啊 实过一个这个这个万哥病 是怎样呢 这个因为万哥病以前 没有处理 现在还有人又用这个 啊 孙黄去处理这个万哥病 没有啦 啊德首都使用这些妙 啊 因为我们啊 在在在败的这个过程里面 啊 我们去追求的哦 我们啊 去追求的通商就是说 可以去追求一个 啊比较稳定的做法 所以这大概是一种的这些情形 这是个人的一个看法 这给你做参考 如果啊 如果呢 这部分来说呢 我们一定要稍微来解这个 了解到 这大致上是这样的这些情形 给你做参考